姚明和叶丽是中国蓝探的模范夫妻 当初两人初次相遇 姚明16岁 叶丽15岁 那时候姚明就对叶丽一见钟情 但对方对她没有任何感觉 毫不犹豫拒绝了她 在这之后 姚明就开始了自己的追求之路 她频频给叶丽写殷勤各种帮忙 送礼物送零食 一次次讨好却一次次被拒绝 叶丽甚至把姚明送的东西 看都不看一眼就分给了自己的队友 姚明多次邀约叶丽出去吃饭 叶丽也毫不理睬 叶丽的父母知道这件事后都非常嫌弃姚明 叶丽乐丽女儿 不要和姚明接触 姚明知道后并没有气馁 她努力打击了男男国家队 表现越发出色 在00年奥运会时 她普及收集上百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徽章 以此作为礼物送给叶丽 另外 她受伤的时候 一直发短信鼓励她 就此夺得叶丽的好感 但此时叶丽还是觉得 姚明配不上自己 直到姚明在02年当选重员 以她身份陪叶丽戳出犹豫了 此时 叶丽的母亲知道后 只用了还可以三个字来回应 但之后却不再阻止 女儿和姚明接触 而姚明最终终于报到了美人归 话说 假如姚明没有进入NBA 觉得叶丽会接受她吗